今天老徐会和大家讲一个故事 发生在19世纪的法国 讲到法国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了 就是艺术 而在法国艺术表现的形式当中 最普及的当然是绘画 所以罗浮宫差不多是我们每一个游客必到之处 在当时的年代 如果你要在法国的画坛有所作为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 包括首先你要进入国立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去接受正统的教育 去学习林模、素描、画人像等 而每个阶段都会有比赛 在这些阶段当中 可能已经有一些不达标者被淘汰了 至于表现优秀者 就会获得奖项和不同的会计 在法国的画坛 你的事业如何才到达巅峰呢? 就是当你的画作能够进入一个叫做沙龙画展 这个沙龙画展是全欧洲里面 是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画展 在1860年代的时候 全国法国拥有全国知名度的画家 大约有3,000名 而这个画展可以容许每一个画家挑选三件作品去参展 所以大家计算数了 不计那些低知名度的画家 已经有一万幅的作品放在评审委员的眼中 去作出挑选 挑选多少出来呢? 大概3-4,000幅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低知名度的画家作品获得挑选的几率是多么低? 当时的法国画坛就以写实画派作为主流 写实画派就是什么? 它的景物要画得精确 而且它的作品要有一种叫做道德基调 而当时有另一个画派叫做印象派的画家 他们对艺术的观点非常不同 他们认为他们画的作品是有关日常生活的 而且是不需要精确的 所以他们画的无论是景物或者人物 都是模模糊糊 而且不细致的 这些作品很多时候被当时的法国画坛视之为 不能登大雅之堂 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获得参选沙龙画展 差不多的机会是几乎的 即使有幸他们的作品可以参与展览的话 他们也是被偏配一些不起眼的 比如天花板或者角落的位置 在1865年的时候 有一个印象派画家叫做爱德华马内 他有一幅作品叫做Olympia 奥林比亚 就是画一个赤火的妓女 他的作品是意外地获得参选的机会 但是展览了没几天之后 他这个作品被搬到一个废品堆积室 一个小小而阴暗的房间里面 所以印象派画家当时他们的作品 要获得宣传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所以这群屈不得知的画家 很多时候躲在酒馆里带一套苦水 或者借酒消愁 而当中有两个人可以称之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他们的看法非常不同 这两个人 一个叫做卡米耶·不沙罗 Camel Bissaro 另一个叫做黑奴隶莫内Clau Monette 他们有一天就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参与他们的游戏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办画展呢? 于是1873年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合作协会 在亿年一月举办了第一个画展 参观的人要付出一法郎的费用 但是那些展览的作品不需要经过评审 也不会设立奖行 所以差不多可以说 每一个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获得同等的对待 所以印象派的画家想展览多少作品都可以 好了 第一次的展览 终于有三千多人来观赏 不算很多 但是之后每年逐年增加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印象派的画家 他当年选择了去调教他们的画风 去遷就当时的所谓写实派的话 我们相信到今天 印象派这个词汇 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好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我们是什么呢? 我今天就不讲字 让我讲完另外一个故事 我先讲究竟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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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